從印度尼西亞,Stanya Romand Fair, 和從韓國,Tim Pyong Seal 現在正式進入頒獎了, 我們頒獎嘉賓就是陳君輝先生, 澳門的 首先頒發的就是 兩個入到四強的球手, 他們分別就是南韓的金經實 和印尼羅美柏,金經實 就是輸了給韓基里, 羅美柏就是李拿鷹手下敗章, 亞軍球手就是南韓的李拿鷹, 這位已經獲了無數球手, 這次我覺得也有點讓給師妹 對,沒有那麼肉緊,最後一場球 他又不至於打得很差, 但很明顯很隨心地去完成他的比賽 對,好像你贏了我們就贏了 沒錯 我就是這樣打的 當然韓基里其實也發揮得不錯, 因為入到決賽, 既然師姐給了機會自己, 打了五個全中 總共十格球, 他獲得最低分的那一格就是第一格 拿16分 反而李拿鷹在第一格的時候 保重都沒有, 拿9分 對, 冠軍有1000元美金, 還有一些賽事的分數 沒錯, 要計時常媒賽積分, 因為現在是亞洲常媒賽 基本上完成了常媒賽之後 最終前16名球手 就可以參加2017年3月舉行的總決賽了 總共有十站的傳媒賽 其實來到香港站 這裡已經是第七站的賽事 接著的班長嘉賓 是亞洲保齡球傳媒賽的 籌委會的主席 就是劉掌珠女士 當然我們都看到這次 其實他都是為了比賽都不為餘力 因為都很自力去推動新的計分賽制 希望賽事可以更加普及 其實都在整個計劃裏面 想將保齡球的普及程度 推到可以成為奧運項目 是呀,但始終都很多人為因素 是比較難的 保齡球 甚至乎也需要時間 是呀 起碼都叫有人起了步想去做 是呀 今次香港站的亞洲賽冠軍 就是香港球手麥卓彥 剛才見到 就是印尼球手拉麥迪恩 已經接受了他的亞軍獎金 拉麥迪恩就有500美元的獎金 至於麥卓彥有1000美元的冠軍獎金 另外兩位入到四強的球手 就是印尼的拉利辛 他也是剛剛在香港公開賽的冠軍球手 另外一位四強球手就是香港的金紹倫 金紹倫和麥卓彥那場球 就是兩個都表現得這麼好的 是呀,很緊湊 麥卓彥是僅贏一分 不過獎金就差很遠 不過其實麥卓彥連續兩場球 都是緊湊的 對手打到 所以我就說 因為他現在還是比較年輕一點 22歲 再多打比賽 我想觀眾會很喜歡追著他的比賽來看 因為他… 全靠他而已 剛才拉麥迪恩 他表現不錯 但沒有麥卓彥那麼多事情搞 但是麥卓彥所搞的 他又不是刻意去破壞比賽那種搞氣氛 是他令到那個比賽很緊張 這次亞秦賽香港站的女子組冠軍 就是南韓球手漢基里 至於男子冠軍就是香港球手麥卓彥 謝謝 謝謝